氢弹式核武器的一种 是利用氢元素来进行核反应 造成爆炸能量进行杀伤破坏 杀伤力远远大于原子弹 军事专家平可夫表示 1967年中共试爆了第一颗氢弹 是国际上威力最小的一次氢弹试爆 爆炸当量已经达到30万吨 而真正的氢弹试爆 当量至少有数十万吨 但这次朝鲜的氢弹试爆 在当地产生的地震强度只有5.1级 与2013年的核弹测试强度相同 估计只有6000吨当量 也因此引发国际质疑 认为朝鲜并没有引爆氢弹 朝鲜是否真的拥有氢弹 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朝鲜的这项举动 已经引爆国际社会的政治氢弹 新团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